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呢 我们把这条线呢 用红色的虚线来代替 但无论如何 这是我们目标 所以我们现在的做法就是透过变数分离法 OK 然后我们就把它变成为怎么样 ODE的连立方程 连立方程式 然后我们就会经过两个重要的步骤 第一个步骤就是解 ODE 第二个步骤呢 组合 解 但是组合解呢 并不就是solution 原因很简单 因为在我们解这个 ODE的过程当中 并不是每一个我们都可以解得了 何况我们要解的时候 我们这边必须有boundary condition initial condition 都要用进来 它在这边呢 适时的要支援到我们所有可能的地方 所以就代表我们从上面下来 再到这边 也就boundary condition 部分可以用到这个地方来 之后我们重新组合 组合完之后 还是有些未知数 假设那些未知数对你没关系 那就算了 那它就可以了 假设那些未知数非常重要 那势必呢 你要想办法把它前进到这个地方 前进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我们需要再用到boundary condition 我们也需要用到正交的特性 那么 这样子 我们就可以 或者是我重新 因为正交特性 常常都是最后一步 OK 常常都是最后一步 所以我们稍微把它顺序颠倒一下 我把boundary condition 跟initial condition 呢 画在这边 所以它要支援这一边的计算 最后呢 我们有个正交特性 我们也要支援下来 那么 这样我们就可以求得我们的解 OK 所以基本上呢 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 那么现在把我们 昨天还没有算完呢 我们前天没有算完 今天把它算完 今天还要再来介绍 另外一个one dimensional的equation 那就是用wave equation来解 我们呢 讲这个地方 我们会举几个例子 是很有系统的 今天会讲one dimensional 讲完之后呢 下个礼拜 我们会讲two dimensional的 two dimensional讲完之后呢 我们会讲three dimensional OK 但是我会给比较简单一点 但基本上都是xyz坐标 xyz坐标一结束了 我们就要进入什么 急坐标 球坐标 助坐标 OK 但是 球坐标 急坐标 助坐标呢 我们只讲几个简单的例子 OK 那最后你们在 在进物 进物应该不会 在亮物里面 你很快就会遭遇到一个 球状 像清约子能阶 你要完整地把它解开来 但是呢 你只要听过这四个礼拜的课 基本上你对清约子能阶 我当然不会去解它 这功课留到亮物去教 但是你都有基本的技术了 你把它从头看一次 你发觉也没什么 你很容易就可以理解 剩下的是要去理解 这些解本身有什么特性 会带来什么样一个结果 那个就是物理了 OK 那我们到时候三年级 你就可以很清楚地知道 好 那我们今天呢 就开始我们一步一步地来解 OK 按照我们上次的做法呢 很简单 我呢 会将 一窥型的 我们重要解呢 在右边这两个板面 一边解一边把结果呢 整理到这边来 OK 因为两个板面势必不够嘛 我们要把它整理到这边 那请你记住 这是你的地图 所以千万不要迷路 OK 算到后来很容易迷路 那没关系 回来看着看地图就可以了 这很像你们在玩电动玩具 对不对 打那沙沙 不知道打到哪边去了 哪边还有妖怪 哪边还有还有谁 你就看看地图 你就可以知道 你要往那边走 OK 好 那我们再来看看 我们有一条 one dimensional的线 这个地方呢 是温度 OK 这条线的长度呢 是0到L 0到L 我们要求一开始的时候呢 它温度啊 有一个分布 有一个分布 OK 然后呢 它也有一定的消散的 降低的这个趋势 然后突然间 我们在某个瞬间呢 我们让两边的U呢 通通都等于0 两个端点的U 记住 热 在这个的时候呢 它只能够沿着 我们的柱子啊 Thermal energy 只能够one dimensional的流动 它不能够two dimensional的流动 OK 所以这是我们基本上的要求 所以这样一来呢 一看到那个 那我们就很简单啊 我们这是heat flow in one dimension 那我们就把heat flow的equation 写出来 heat flow是什么 记不记得 我们等号的左边是什么 空间的几次方微分 两次方微分 几乎碰到的 几乎都是这个样子 所以这边是空间的 两次方微分 右边是什么 时间的几次方微分 一次方 heat flow只有一次 但是前面会有一个什么 常数项 我们一般都把它写成 c平方分之一 OK 这个跟着热的扩散速度 有关系 那速度怎么扩散过来 就是这样 那这也包括 有人在抽烟 这二手烟怎么扩散过来 有人身上涂香水 香水怎么扩散过来 都是同样的equation 唯一的差别呢 就在于怎么样 这里头的c不一样 那有的速度快 有的速度慢 对不对 你的香水要是小分子的 它碰撞速度很快 哇一下子味道就扩散出去了 重的跑得很慢 慢慢的撞 慢慢的出去 OK 所以这边就会影响到它 这是我们第一个式子 但是我们要立刻 先将它简化 因为只有一维 所以我们只要写下来 一个很简单的 partial平方u partial x平方 就可以了 这是我们第一个式子 对不对 再来呢 我们boundary condition 是什么 boundary condition 告诉我们两个端点 温度通通都等于0 第一个端点 是u在x呢 很明显的 根据这边来看呢 我们的u啊 本身是x跟t的函数 第一个呢 u在x为0的地方 时间呢 任意时间 因为它永远等于0 它要等于0 第二个 u在什么地方呢 这边写得不太 写得不太好看 重新弄一下 重新整理一下 第一个在0的地方等于0 第二个在x的地方等于0 对不对 这是我们两个 所以这是我们boundary condition -1 boundary condition -2 OK 它基本上就这样 对 L 没有错 不是x x就四处乱变了 是另外一个端点 OK 好 谢谢你们 然后再来 initial condition 它告诉我们说 u呢 在什么 任意的x 时间呢 时间为0的时候 这个时候呢 它有一个温度的分布 是f of x 第二个呢 当你把这个计算 它时间温度消散的速度 而且让t等于0的时候 这个时候 它有g of x的速度 消散的速度 温度随着时间的变化 不就是热量消散的一种反应吗 对不对 所以这是initial condition 1 这是initial condition 2 我们待会可能会把它擦掉 所以我现在把这个结果 操在左边 OK 所以第一个呢 我们wave equation呢 简化成这样 这是我们第一个式 那boundary condition呢 u 0t等于0 u lt呢 也等于0 initial condition呢 u在x t为0的地方是f of x 然后你对u呢 一次方微分 ta等于0的时候呢 它等于g of x 这边呢 我们把它写好 所以这个是我们bc-1 bc-2 ic-1 ic-2 对不对 我们将呢 重要的通通都列出来了 好 列到这边 那我们现在的位置数是谁 位置数是 u xt 是我们位置数 那我们继续下来了 那因为我们的地图告诉我们 我们必须要采取一招 把opde 转变成为ode的连接方程式 那我们就用变数分离法 用什么变数分离法 我们就let u 可以写成为两个函数 第一个函数为大x 它只是x的函数 第二个函数是大t 它只是t的函数 刚好这两个乘起来就等于它 OK 你当然可以问啊 凭什么 它可以这么有把握地做这件事情 反正线性的文方程 它只有一个解 所以你任何一条路 假设完 只要能解得出来 基本上就是对的 那他就先这样假设 假设这样做得出来 那就很棒啊 很幸运的是 在这么简单的case里面啊 果真 果真就可以 OK 好 然后我们有了这个之后呢 我们就一样画葫芦 我们把第二个式子 带到第一个式子 这边 头一次我们做慢一点 我们把第二个式子 带到第一个式子 当我们带进去的时候呢 发现第一个是对x 等号左边是对x两次方偏微分 所以对这边偏微分 你只对x微分 因为函数在x t呢 对它而言是常数 所以t呢 就可以拿到前面来 后面呢 只是x的两次方微分 因为x只有单一个函数 所以就没有所谓偏微分的意思了 这个数就变成什么样 全微分 这是第一个 等号左边 然后呢 等号右边呢 常数c平方分之一照写 然后再来呢 对时间一次方微分 相当于对它一次方 对时间微分 只能够对大t微分 x呢 变成一个常数 然后我们再对大t微分 t因为只有个变数 所以我们只要对t全微分就好了 然后我们紧接着做一件事情 我们把第三个式子除以第二个式子 也就是说第三个式子除以第二个式子 这一除了一看 这个t会跟它消掉 所以剩下x分之一 对不对 所以这一做了之后呢 它这左边立刻就变x分之一 d平方大x dx平方 等于1 over c平方 1 over大t d大t dx 我们就得到这样 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 当我们这样子带进去的时候 我们发觉它变成一个 一个函数 我们有希望呢 将这两个变数啊 分别集中 目前看起来 我们可以将x集中在左边 t啊 集中在右边 对不对 所以你这样一看起来就发现 哇那很棒 这两端呢 竟然是怎么样 分别微分 就像这上面所假设的 它是分别两个不同的函数 好 那我们就继续下来了 我再把它写在这边 let u xt 会等于大x的x 大t的t 这是我们第二个式子 那么这一件事情就告诉我们说 我们做了第二次的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们就让我们的 这个变数呢 从这个变数变成为 要去求这个 以及 这个的变数 对不对 好 那带进去之后呢 我们算到这个地方 看起来我们也完成了一个很重要的任务 就是将我1x选了 分别出来 那这一分别出来之后 我们就说 哇那紧接着怎么办 简单 我假设左边呢 这个整个的微分呢 等于某一个数值 叫做k好了 什么是k我也还不太清楚 我想 我们把它等于lambda 好不好 今天把它换个变数 等于lambda 右边呢 也等于lambda 那这样子 我们就可以将方程式 改成以下的连一方程式 第一个呢 它会等于k 所以整理一下 你会等于d平方 大x dx平方 减掉lambda 大x等于0 第二个式子呢 这个呢 会等于dt dx 减掉c平方 lambda 大t等于0 我们会有这两个equation 所以这一带进来的时候呢 我们马上呢 把2 带入1 除以2 这是不是这边的动作 2带入1 再除以2 那我们就可以得到 两个连一方程式 我们就得了这两个 这两个是编号是吗 5 跟编号6 好 相当于我们完成了这件事情 对不对 但完成了这件事情当中呢 我们又引入了另外一个变数 叫做lambda 也就是说这个呢 是我们现在的变数 对不对 那变数呢 我通通给它蓝色好了 所以事实上我上面这个 也应该弄成蓝色了 对不对 这样子比较容易看 好 那我们现在呢 紧接着就要先把这个ode 先把它解下来 先把它通解解出来之后 我们再把boundary condition用进来 那我们就开始通解 第五个式子 怎么解 第五个式子 dependent on this lambda dependent on this lambda 哪边写错 这边是x分之一没错 t分之一没错啊 对对对 谢谢 这边是底T OK 这边是底T 那边有没有写错 那边是写到这边过来 好 第五个式子怎么写 第五个式子 根据一看呢 它马上呢 第五个式子啊 可以 看出两个端倪 第一个 它告诉我们 它可以写成这样 假设 假设达达达达不等于零的话 假设达达等于零 它就变成这样 是不是 非常简单吧 达达等于零就这样 好 那再来呢 达达不等于零 那是怎么解 我们上次说 这个看起来很像一个东西 Let Let's什么 Let's try Try一个答案 对不对 我们以前都是用Try的 Try 大X呢 可以等于Exponential是吗 AlphaX 我们可以等一下 那么假设我们把这个带进来 这边 那么这个算下来呢 它马上就可以得到 这边会变成什么 Alpha平方 Exponential AlphaX 等于 提过去就变成正的Lambda 乘上Exponential AlphaX 所以Exponential AlphaX RFX消掉 Alpha会变成什么 Alpha会变成什么 正负更好Lambda Right 会定正负更好Lambda 但是这样有个问题 这样子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X X 可以写成为 第一个Exponential 根号Lambda X 第二个Exponential 根号Lambda 负的根号Lambda X OK 这是第一个 什么时候可以这样子写 当Lambda 大于0的时候 对不对 那为了要方便起见 前面乘上A 再加上这个乘上B 这是常数 第一个解就结出来 但是当Lambda 小于0 那时候它会变成I 对不对 Exponential I 透过U勒的方程师呢 我们可以把它转写为 什么 Cosin跟Sin 所以或者是 你可以把它写成为C Cosin 根号负Lambda 记住 Lambda是小于0 所以加个负就变正了 再讲D Sin 根号负Lambda X 这是当Lambda 小于0的时候 对不对 好 再来一个 当它等于0的时候 怎么办 这还不简单 直接积分嘛 头一次积分 两次方的微分 就变成一次方的微分 然后右边0 就变成一个常数 再积一次 那X不就跑出来了吗 那右边的常数 就变成常数成X 再加上一个常数 所以这个会告诉我们 我们的X 有另外一个 就是什么 E X 再加上F 这是当什么 Lambda等于0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写出这个样子 OK 所以呢 它告诉我们 第五个式子呢 经过整理之后 X of X 可以写出三种可能性 第一个是A Explanetial 根号 Lambda X 再加上B Explanetial 其实A跟B也都是微之数嘛 对不对 不是吗 它们都是我们假设的常数而已 或者是C Cosin 不过不要忘了 Lambda本身也是微之数 所以我干脆呢 通通把它写成为蓝色的 好 所以呢 我们不只是把这个分解成这两个微之数 为了要达成 变成ODE的连移方程 我们引入了Lambda 一解微分方程的时候 它马上告诉我们 我们不只是Lambda不知道 我们A也不知道 B也不知道 C也不知道 D也不知道 E也不知道 F也不知道 所以通通都是变数 Right 好 再来呢 再来就是第六个式子 我们要把它解了 对不对 这边解的全部都是第五个式子 所以我们把这个呢 叫做什么呀 我们把它编号一下 既然是第五个式子的解 我们叫做五之一 五之二 五之三 好不好 这样子比较容易看嘛 好 所以我们把这个叫做五之一 五之二 五之三 这是一般的通解 还有个通解还没出来 第六个式子 对不对 我们从这边到这边来嘛 好 第六个式子我们怎么解呢 第六个式子在这上面 第六个式子告诉我们很容易嘛 第六个式子 我们只要稍微把它整理一下 变数也可以分离呀 OK 抱歉 这边是T 我们可以把T啊 也把它分离了 所以写成DT over T 负的C平方Lambda DT 对不对 我们可以这样子写 这一看你就知道 大T跟小T已经被分开来了 那我们以前告诉我们 上学期最开始告诉我们 我们这个时候应该要怎么解 很简单 两边直接积分 不管它任何常数的问题 最后再加上一个 未知数的常数 我们加入一个叫做什么 G的常数 当你这样子做的时候呢 它马上就更进一步 这个就变成 自然LogT 等于负的C平方Lambda T 再加上G 对不对 那我们不喜欢把T呢 大写的T呢 写成自然对数的T 我们希望把它分离出来 你看到自然对数 只要前面取个Exponential 两边各取Exponential就好了 这样一取的结果呢 你就变成T 大T就是这样子了 OK 它会等于什么 Exponential G嘛 再乘上Exponential 负C平方Lambda T 你可以写成这个样 G是什么 G是我们上面引入一个位置数 所以Exponential G 还是一个位置数 管它的 我们叫做H好了 是不是 它就可以写成这个样子了 形式 对不对 这个就是我们第六个式子的解 61 好 我们再把它Copy呢 过来这边 所以第六个式子呢 给我们解释说 大T 的T 可以写成什么样 某一个常数 H 乘上Exponential 负 这什么东西 C平方 C也位置数嘛 对不对 这个C 记住 这样子这个蓝色的C 跟这个C不一样 我们这个C在这边 是Diffusion 跟扩散有关系 这个是小C 这个是大写的C 好吗 有 有 有符号啊 哦 变成加的 对对对对 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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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加的 那我们就应该这样子写了 就应该把它写成加的 谢谢你们 对不对 是不是这个样子 还有个lambda lamb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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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忘掉了 lambda写在前面好了 这是我们六之一 是不是 我们已经求到这边 原来呢 我们还多了一个位置数 叫做H的 OK 看起来自讨没去 越放越多 但谁怕谁 现在开始 我们已经有这两个通解了 我们已经走到这一步了 我们开始看看 Boundary Condition 怎么摆进来 这里面呢 牵涉到的是第一个 我们这两个 五之一 五之二 五之三 一直到六之一呢 是独立的大X 跟独立的T 我们的Boundary Condition 是什么 是跟U有关系 Initial Condition 是跟什么有关系 跟U有关系 有没有跟大X 有没有跟大T 没有啊 我能不能直接拿来用 不行 我需要做个转换 所以呢 我当初X跟U跟T 跟T的关系 就是第二式 我就把第二个式子 带到这边 看看能不能做什么 分解的动作 把它分解一下 能不能变成 它可以用的 把它分解一下 看看它可不可以用 OK 基本上呢 很有经验的人 一看就说 这个很好分解 这一分解 它就可以用 OK 那我们来看看 怎么做 好 那我们现在就继续下来咯 算到这边呢 假设你看呢 从这边这样 一直算到这边 你当然搞不清楚 我在干嘛 但你有地图 你有整理 你就知道 你现在走到什么地方 好 那么现在我们来看看 如何用Boundary Condition 我们把第二个式子 我们说过 Boundary Condition 讲的都只是大U 讲的都只是U而已 但是呢 我们解出来 就是大X大T 所以我们必须 用第二个式子 把U跟大X大T 做上连结 OK 所以我们把第二个式子呢 带入 哪一个式子 Boundary Condition 1 我们做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本来不是这样子吗 本来是 Boundary Condition 1 是什么 U 0 T 等于 0 所以我将第二个式子呢 带进来之后 这边会变成大X 0 大T T 也等于0 对不对 因为U等于这两个相乘嘛 那你只是把X 里面的小X换成0而已 你告诉我一件事情 它规定0的这一点的数值 乘上另外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在任意时间 它永远都要等于0 你告诉我谁等于0 一个是左边等于0 一个右边等于0 另外一个两个统统等于0 对不对 你告诉我 这个函数 有没有可能永远等于0 假设这个函数 永远等于0 是什么意思 这个乘上这个 永远都等于0 那你的解就是0 那不是开玩笑吗 我一开始又不是等于0 有没有哪一个东西 你两端一碰触到0度的时候 瞬间温度就变成0了 哇 这个转换太快了吧 不可能吧 你总是要转换过去 所以它告诉我们 它不会永远等于0 记住我 我要写always 这个知道 也就是说 它有可能什么时候等于0 但是不会永远等于0 对不对 起码一开始 它就不等于0 所以在这个状态下面 谁 只有谁可以等于0 这个可以等于0 对不对 它要等于0 好我们把这个整理一下 所以我们把二代入之后呢 这boundary condition呢 就变成为怎么样 大x0 永远都要等于0 对不对 那这样子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来操作这些东西了 马上就可以用了 同理 我们要是把第二个式子也带入boundary condition-2呢 发生什么事情 boundary condition-2本来是说 我们的u在l这个地方 时间任意的 要等于0 所以我们把第二个式子带进来之后呢 就告诉我们 它会变成为大x 在l这个地方 乘上大t是任意的 也要等于0 我们前面已经说了 这个东西呢 并不是永远都等于0的 那唯一的办法就是 大x 在l这个地方呢 等一点 我们再整理一下 那它是不是告诉我们 大x 在l这个地方呢 永远都等一点 对不对 太棒了嘛 那我们就可以开始应用在这上面 我们把这个叫做 boundary condition-3 这叫boundary condition-4 有点进化吧 好不好 有点进化 boundary condition-3 boundary condition-4 好我们就一个一个来 我们把重要的框起来 重要的框起来 那我们现在就来看看了 我们把boundary condition-3 带入这三个式子里面 看看发生什么事情 boundary condition-3 带进去 5-1 5-2 5-3 我们看看发生什么事情 好不好 当然这个也可以带进去 所以我这两个 通通都把它带进去 看看怎么样 所以第一个 我们先一个一个处理好了 我们先处理 5-1的 5-1呢 5-1本来是什么 我们先造写 A Exponential 根号 lambda X B Exponential 负了根号 lambda X 这时候lambda 要大于0 对不对 这是5-1 然后我们把boundary condition-3 带进来 BC-3 带进来 也就是当 X等于0的时候 要等于0 X等于0的时候 它要等于0 是不是它要等于0 X等于0 带进来 是什么 Exponential 0 Exponential 就变成1 是不是变成A加B 这是我们什么 编号 编到现在 编到几号 都忘掉了 6号 这是第7号 好 我们再来 再把它boundary condition-4 也带进来 4是代表 X等于L X等于L的时候 它要等于0 所以它也是0 但是X要等于L 所以L不会等于0 所以这个地方要造写 A Exponential 根号 lambda L 再讲B Exponential 负的根号 这是我们第8个式子 假计你快速看一下 第7个式子 马上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B可以写成为-A 对不对 这是7之1的式子 好 我们这样子好了 我们编号不要太快 这个式子马上就告诉我 B跟A的关系了 B 是不是等于-A 这是第7个式子 我把第7个式子 带到第8个式子里面来 是不是0要等于 A 大家可以提出来 这边会变成 Exponential 根号 lambda L 减掉 Exponential 负的根号 lambda L 各位请你告诉我 当L不等于0的时候 lambda要大于0 他也不能够等于0 这两个箱简 会不会等于0 不可能嘛 所以谁等于0 A等于0 对不对 因为这等号 永远要存在嘛 所以他就告诉我们 一件事情 A要等于0 但A要等于0 第7式子又告诉我们 B也等于0啊 A等于0 B等于0 那X呢 本来是这个形式 A等于0 B等于0 你告诉我 X等于什么 0呢 X等于0是什么意思 他等于0呢 管理这个是什么 他永远等于0 就告诉你 根本就没有解答 0 有这种解答吗 那根本就不合乎 我们的物理嘛 对不对 所以呢 这个是什么 Not right Not correct In physics 在物理上面 他不合 所以很高兴啊 原来 这个呢 把它杀掉 多爽 OK 这个呢 杀掉 哇 一开始我好担心 有这么多解怎么办 原来有的解是假的 你知道吗 这个解是假的 对不对 好 那我们再来做五之三的这个 OK 因为五之三很快 你也发现 它也是假的 我们同样的 来看看五之三 五之三是什么 各位把那边看一下 超过来一下 五之三是EX 加上F 对不对 好 我们把这两个 Bounder的Condition带进来 BC-3 带进来 X等于零的时候 要等于零 所以这个等于零 X等于零的时候 要等于F 所以这个是不是告诉我们 F要等于零啊 是不是 好 我们再把第四个答案 BC-4 也把它带进来 当X等于L的时候 它要等于零 X等于L的时候 会等于1乘上大L F呢已经等于零了嘛 所以就不用写 所以L不等于零 因为这个长度 不会等于零 所以之后 谁等于零 E等于零 第九个四十 第四个四十告诉我们 E等于零 F也等于零 那原来的这个解呢 E也等于零 F也等于零 是不是代表X也等于零呢 你们拜托 又是同样的状况 Not correct In physics 这完全不合理嘛 Not reasonable 对不对 所以我们也很高兴的 可以把这个杀掉 哇 太爽了 太爽了 所以我们当初担心的 A跟B是什么啦 E跟F是什么 统统不管啦 杀掉 太棒了 所以我们已经杀掉 四个微值数了 对不对 杀掉两个equation了 对不对 我们只剩下中间这个 以及下面的这个 所以我们继续前进 我们怎么来解这个东西 好 我们现在要做了呢 我们刚已经完成了这个 以及这个 现在要完成这个 对不对 所以有五之二呢 五之二告诉我们 五之二是什么 造超嘛 这个 大X of X 会等于什么呀 C 大C哦 OK cos 根号 负lambda X 再加上大D sin 根号 负lambda X lambda要小一点 好 我们开始将 BC3 带进来 BC3 一带进来 X等于零的时候 要等于零 X等于零的时候 要等于零 X等于零一带进来 cos 等于一 大C sin等于零 sin就等于零 所以没有这一项 所以是不是告诉我 C要等于零 对不对 C要等于零 这是第几个式子 11个式子 好 然后再把BC4呢 再来 BC4是当X等于大L的时候 也要等于零 C已经等于零 所以没有前面这一项 是不是只剩下后面这一项 D乘上sin的 根号负lambda L 对不对 我们已经算到这边了 算到这边呢 这是很麻烦的 第一件事情 谁是位置数 lambda是位置数 还有呢 D是位置数 但这个式子要等于零 你告诉我 我能不能令D等于零 可不可以 假设我令D等于零 会什么 这个式子成立 但是C已经等于零 D又等于零 相当于上面 这个C等于零 D等于零 这个答案就是零 又没有了 所以D不能让它等于零 所以只有谁等于零 后面这个要等于零 对不对 D等于零 不等于零 是不合理的 所以唯一的办法 sin 根号负lambda 乘上L 要等于零 这是唯一的办法 所以很幸运的 他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lambda 可以从这边解到 你告诉我 sin的一个变数 要等于零 那 sin什么时候等于零 零度 180度 对不对 零 π 2π 3π 4π 5π 6π 7π 8π 9π 10π 通通等于零 来 管他3721 那 记住我们lambda 一定要怎么样 小于零 但是开根号 不能够小于零 所以复复得正 所以这整个都要是正的数值 你不要跑出一个复的数值出来 所以我们要不要考虑 复π 复而π 不需要 所以我们知道一件事情 这样子一来的话 就告诉我们这个 根号复lambda 一定要等于什么 零 π 对 我要写快一点 写nπ好了 n从哪边到哪边 n可不可以是零 n是零可能蛮麻烦的 因为零的sin 右面等于零 比如说 这里面我是不是可以求得到 你看看 假设等于零 是不是根号复lambda会等于零 因为这个不会等于零 假设根号复lambda等于零的时候 这里面 永远都等于零 是不是 我们刚刚已经说 c等于零 这个是可以的 假设这个永远又等于零 零是不是代表 x又永远等于零 那就不要玩了嘛 所以n只能从那边开始 1开始 这样上去 对不对 那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整理完之后 他告诉我们lambda等于npi n平方 pi over l的平方 取负号 我把等号写前面一点 是不是变成这个样子 n呢 等于123 那这样一来 他马上告诉我们 lambda又几个解 有各种形式的lambda 对不对 那这样一来 我们的解就变成什么形式 我们的解 大x 会等于什么 c已经等于零 就没有第一项 只有第二项 第二项是d 一个位置数 乘上sin 根号复lambda 会等于npi除以l 所以这边会npi n pi除以l的x 对不对 因为根号复lambda 是npi除以l 那这边是根号复lambda 是不是npi 除以l 乘上x n呢 等于 123 这样一直下去 这代表一件事情 你有这么多种的n在这边 是不是代表你有这么多种的x 我可不可以把它加上去 你怎么知道 它前面的常数项 一定每个都一样呢 我没有这么有把握 所以我也把它编好 它变成这个样 对不对 所以呢 这马上就告诉我们 我们的x呢 更进一步 x呢 就变成x的nx 我们的lambda呢 变成个lambda的n 有这么多种 d呢 本来是变数 也变成有这么多个d 对不对 所以由这边啊 有5-2 有boundary condition and 5-2 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告诉我们什么事情 lambdan 可以写成为 负的n平方 pi除以l的平方 n呢 一 二 这样一直下去 同时呢 大的x 相当有n的大的x 等于 dn sine的n 乘上 pi over l的x 是不是n呢 一样 等于整数 是不是就可以写成这样子 我们把这个叫做第 第几个诗子了 这本11 这叫第12个诗子 这叫第13个诗子 所以这是12 这个是13 是不是 lambdan 已经解出来了 所以变个诗 对不对 xn的形式呢 也出来了 就变成这样子 好了 x解决了 现在来换t 来换t t我们要怎么做呢 我们先观察一下 我们刚刚呢 是把上面 bunderedcondition 用第二个诗子 把它给分解了 最后得到 原来跟大x有关系 现在initialcondition 可不可以用 同样的方式 把它带进去之后呢 得出一个 跟大t有关系的 可以吗 我们试试看 我们把2 带到这边来 t等于0 那你看看 现在呢 我们用同样的手法 试试看 我们将第二个诗子 带入 initialcondition 1 initialcondition1 它是本来是 u的x0 要等于f of x 第二个诗子 一带进来之后 它是会变成 大x的x 大t的0 要等于f of x 好 大xx不就是这个吗 它是个定值吗 不是啊 大t在0的这一点 会等于0吗 会等于f of x吗 不知道啊 所以这样写完 这有没有意义 你猜得开来吗 你猜不开 你猜不开 所以就代表一件事情 我这样子的尝试 在这个地方啊 不成功 那下面这个诗子 第二个 initialcondition 会不会成功 我告诉你 也不会成功 所以就代表告诉我们说 我们这边把通解解出来之后 只可以把bundal condition 带进来 因为通解是这么复杂 是三个equation 有1234567个变数 bundal condition 一带进来之后呢 他杀掉两个equation 而且告诉你 也杀掉一个变数 他只保留 这个变数 连lambda都解出来了 那t既然不能够一样化五轮 那t只能维持原始啊 对不对 所以我们现在就下面这个诗子 跟上面那个诗子 既然我们不能够干嘛 那我们就继续前进 对不对 我是不晓得你们在玩什么电动玩具 我看我的女儿在玩啊 哇哒哒哒哒 这边都宰玩啊 有个很厉害的不能宰 因为他没有个宝物 他只好先不管丢了 赶快冲到下一个领域里面去 看他们找到那个宝物 然后再回来再把它解决掉 对不对 我们现在就是做同样的事情 既然你没有宝物就不要硬杀 OK 因为你只会被杀死而已 那所以我们现在呢 就进入下一个阶段 OK 进入下一个阶段 组合 我们要把它解组合起来 组合靠谁组合 当然靠第二个诗子组合了 靠第二个诗子组合 但是呢 组合之前这个t啊 我要稍微变化一下 你看这边的t呢 有个很好玩的地方 这边还是写lambda 对不对 lambda我们不是已经解出来了吗 lambda在哪 在这啊 对不对 lambda在这啊 所以是不是告诉我们 我们应该怎么样 把这个六之一这个诗子啊 让它进化一下 六之一的诗子本来是写t 大t 等于大h 乘上exponential 什么东西 lambda c平方t 对不对 这是六之一的诗子 我只是照抄而已 这个c是小c哦 你已经给的 那因为这个告诉你 12诗子告诉你 lambda已经解的嘛 所以这边是不是变成 exponential lambda会等于什么 负的n平方 乘上这个东西 对不对 所以我照写负的 n平方 你发现 大家都是平方 干脆我把它写成一坨算了 npi c over l的平方乘上t 我可以讲 不过其中的n呢 我要把它highlight起来 因为这个n呢 是个变数 是个整数的变化 对不对 n呢是等于什么 123嘛 前面已经讲了 那就告诉我说 这里面有这么多种n 是不是告诉我 我有这么多种t 对不对 那我怎么有把握前面的西数 大家都一样 不管你的n怎么变化 它都一样呢 我当然没有把握了 所以我先写n 是不是代表我的这个解 还要再更进化一点 我们把它写在后面 这是第四个诗子 对不对 那就是告诉我们说 t 抱歉 这边n呢 已经不是位置数了 我就写成这样 ok 所以这面也是n exponential 负的 n pi 小c overl 平方的t 对不对 这个第四个诗子 好 那现在就告诉你 我们当初的讲法是说 我的x 乘上t 要变成u 现在你有好多个x 每个x 有个对应的t 那是不是代表一件事情 第二个诗子 告诉我们一件事 你有这么多x 每一个x 每一个t 都有个对应的n 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我们的u 也有很多个对应的n 就代表你有很多种解答 最后我们将解答怎么样 做先行排列组合 是不是 但是先行排列组合 我们现在不用加常数了 因为上前面已经有些常数 我们不知道了 曾经去结果也是常数 所以他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我们的u呢 现在的真正的u呢 应该要写成什么呀 summation n 要写成这样 本来是说前面要乘三个常数 但是不用了 因为这边已经有常数了 你乘进去还是常数 假设你觉得不放心 你要乘三个常数也可以 随便 假设我把它乘上一个 我现在常数用到第几号了 用到n嘛 对不对 我把这边加入一个i好了 对不对 理论上应当要这样子啊 right 一定要这样子做嘛 所以呢 我们把重要的框起来 重要是这个 重要是这个 好 那我们再到这个左边来继续算 因为 我们重写一次 OK 把它扣语化 大X 大X 是N的 X 大T 有这么多种T 所以第二个式子告诉我们 U XT 就可以写成大X NX 乘上大T NT 既然你有这么多个 这么多种不同的 X跟T 乘起来结果 乘起来结果 你有这么多种的U 所以它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U XT 可以写成 Summation N 每一个N前面有个变数 叫做I 的常数 我们不晓得 我们不晓得它是什么 在乘上 这两个 在乘上 大X 大T 是不是 它应该要变成这样 对吧 OK 这是我们第 15个式子 好 现在将 X跟T 通通摆进来 我们只是在组合 X在这边 T在这边 所以相当于把 13个式子 14个式子 把它摆进来 所以它会等于什么 Summation N I N 大X是什么 D N Sine N乘上 Pi over L 乘上X 再乘上大T H N 乘上 Exponential 负的 哦 里面一大票 好 N Pi C over L 平方的 T 它是不是可以写成这个样子 H 位置常数 D 位置常数 I 位置常数 都是位置的 乘起来 我把它叫做一个常数 可以吧 我把它整合一下 整合成比较简单的 我把它成为叫做 J N 后面呢 就是 Sine N乘上 Pi over L X Exponential 负的 N乘上 Pi乘上 C over L 的平方 乘上T 好 我再重写一次 U XT 就可以写成这个样子 N从哪边 从一到五重大 对不对 所以我们再把我们地图 再更新一下 我们本来说是这个样子 这个样子 马上就告诉我们 T本身呢 也是N的函数 所以呢 马上就告诉我们 U呢 XT呢 可以写成一个线性组合 N呢 等于一到五重大 前面可以是 I的N 乘上 大X 大T 的N 对不对 所以我们现在的位置数呢 变成什么东西了 从这边来看的话 整理完了 我们把它照抄一次 Submission N 这边会是J N 后面是什么 Sine N Pi 除以LX Exponential 负的 N Pi C over L 平方的T 这是第16个十字 就我们发觉 弄到这个地方之后 突然间 你的变数只剩下这个 本来这么多这么多变数 最后变数只剩下一个 J N 对不对 本来是只有这个U的变数 现在U的变数 经过我们变数分离法之后 变成两个变数 之后为了要变数 再一次的分离 就变成三个变数 一解完通结之后 跑出好多个变数 Bondelic Condition 一带进来之后 好多个变数都不见了 最后得到 原来只剩下这几个变数 组合完回去 整理完发觉 只剩下一个变数 各位你看看 这个跟弗力级数 长得一模一样 很像嘛 某一个函数 乘上Side Subvention 是不是 现在还有一个变数 还没解决 只要把它解决了 天下太平 对不对 只要把这个解决掉就好了 我们把目标 划得大大了 只剩下最后一个 一拳就把它击倒 OK 请问 你要怎么做 我们还有 其实这个时候 好像只要给一个 就可以了嘛 对不对 我们还有 还有个变数还没有 还有个条件 还没用进来 Initial Condition Right 我们可不可以 把它用进来 可以呀 我们把它用进来 好不好 所以我们现在呢 开始把 Initial Condition 拿来用 Initial Condition 代表什么意思 它说U啊 在 T等于0的地方 它会等于一个函数 F of X 所以我们把这个代入呢 最后那个解 16式的解 是不是也要有 同样的结果 我们的U X等于L T等于0 是不是要等于F of X 那T等于0 你代进来 T等于0 代进来 Exponential 0 就等于1嘛 是不是只剩下前面 这一串 是不是变成这个 这个大家会不会做 很容易的吧 我们怎么解决掉 这个N J 我们到了这一步 只是把Initial Condition 用进来 还有一个还没用 是什么 正教特性 现在谁有正教特性 Sine有正教特性 记不记得 因为 Sine N Pi over LX 再乘上Sine M Pi over LX 假认定是从0 到L 要等于多少 会算吧 会算吧 下去算一算 当M跟N不一样的时候 会怎么样 对 M跟N不一样的时候 它会设定 请你告诉我 当M等于N的时候 会怎么样 我记得是L分之一嘛 是不是 是不是L分之一 所以意思就是说 假设我想要知道 哪一个 我只要 把它乘上个Sine的M 那个叫做DM的 这个东西 两边都乘 乘完之后积分就是了 对不对 所以我是不是把这个式子 两边都乘上 这个叫做第17个式子 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是 第17个式子 两边都乘上Sine M Pi over L 之后 我把它积分 我是不是要做这件事情 当我这样子做的时候 等号左边会变成什么 F of X Sine M Pi over L 的X DX 等号右边呢 Sumvention N等于1到5重大 J N 这边呢 会有0到L 比较重要的 所以我先用黄色来表示 Sine N 这是原来的 乘上Sine M 对不对 有的时候我们这样子写 上面这个这样子写 感觉上不够漂亮 我们把它写成为L分之1 乘上Delta M 好不好 这样比较漂亮嘛 两个一样叫做1 两个不一样叫做0 那就可以写出来 那这边是不是就可以写成为 Sumvention N等于1到5重大的 JN 后面是L分之1的Delta MN 对不对 它就告诉我们 你有很多个N可以变化 但我M是固定的 只要N跟M不一样 它就是0 所以最后面只剩下一项 JM项 因为这个呢 会 后面呢 就等于L分之1 那是不是就告诉我们 JM 求出来了 它是等于L吧 一过去才是L分之1啊 是不是 我记得是L 所以这边是L啦 假设我错的话 那请你们算算看它到的应该是什么 好不好 所以呢 它会变成L分之1 真的积分 就好了 那是不是J算出来了 这是我们第18个式子吧 也就是说 反正它有无穷多个嘛 你每一个都跟着它变 答案就通通都算出来了 所以呢 是不是告诉我们 JM JN叫 JN或JM都一样 它会等于L分之1 0到L的F of X 乘上Sine Pi over L 是这样子是吗 是吗 但没关系啊 因为是一个周期嘛 哦 OK 所以这个应该是吧 2分之1啊 2分之1啊 那这边就要乘上2了 是不是 那这边就2L分之1 那这边就2L分之1 今天你回家算算看 好不好 验证一下 到底是L还是L分之1 还是2L 大家算算看 我们终于把它怎么样 解出来了 OK 所以各位到现在为止 是不是稍微有一些概念了 OK我们来复习一下 好不好 我们有个PDE 在这个地方 我们有Boundary Condition 我们有Initial Condition 然后我们怎么解呢 我们用变数分离法 让它变成为连利的ODE方程 我们就用变数分离法 带进去之后 把它变成两个连利的微分方程 然后我们先解它的通解 这个简单马上就解出来 这个比较复杂 因为牵扯到Lambda 到底是什么东西 所以我们判断一下 有三种形式 之后呢 就把Boundary Condition 或Initial Condition 拿进来用 当我们要拿进来用的时候 我们发觉 这里面的这个解是大X或大T Boundary Condition却是U 不是大X 不是大T 所以我们必须要用 当初的变数分离法 再把Boundary Condition 更进一步的处理 结果发觉上面这个 可以处理成这个样子 太棒了 那这个就可以运用在 这个式子里面 结果一运用的结果 它告诉我 上面这个不合 下面这个不合 只有中间的 而且中间只有一个存在 另外一个不存在 它的解就是这样 而且很幸运的 把Lambda都给解出来了 非常棒的一件事情 这一解出来之后呢 那X已经做完了 T呢本来就已经有了 对不对 只是我们在解的过程 发觉Lambda有很多种Lambda 相对的就代表 X有很多种X 那它前面的常数呢 也可能有很多种常数 既然Lambda有很多种N T里面本来也有Lambda 那就代表 T有很多种T 有很多种常数 好算到这边之后呢 我们的Initial Condition 用不进来了 所以既然没办法 我们就进入下一格 下一格 我们重新组合 这一组合的时候就发觉 当用第二个变数分译法 往回组合的时候 发觉 这边有很多种X 很多种T 相乘起来的时候 只是这种解其中的一种 那就代表 你真正的通解 应该是每一个解的 线性组合 对不对 我们就通通把它丢进去 结果呢 原来好多个变数 现在从集中成一个变数 好多个未知数 现在集中成一个未知数而已 这个未知数怎么解 这个时候就运用到Initial Condition 一带进来 发觉 它的涨的形式 只不过是弗力级数而已 那请你告诉我 这个常数怎么解 我们就运用什么 正交的函数 我们就开始用 我们弗力所教到的技巧 就把它给解决掉 解完了 就代表我们整个节呢 通常都解到了 就这样子 很简单 所有的事情呢 都在这边 我们这一个月啊 教的啊 几乎都在这个地方 到你们三年级呢 上应用数学呢 刚开始的 一大半啊 也全部都集中在这个地方 OK 好 解到这边有没有问题 这只是一维的哦 我只讲一维空间哦 我还没讲二维哦 知道吗 还没讲三维哦 OK 这是空间上一维 但是因为你加上时间 你有两维 对不对 OK 好 所以这边有没有问题 Homework看一下 这一题呢 稍微做个变化 请你们回家把它算出来 第一个 假如我们boundly condition呢 第一个 它不是零 而是有一定的温度 也就是说一开始的时候 瞬间呢 我让左边的温度是R 右边的温度是0 请问一下 它会怎么变化 把它解完 我要你们回家好好算一次 确认一下 我所有的计算都是OK的 OK 确认一下每个地方 你们都了解 第二个 问你一个问题 你解出来的解 不是跟着X跟着时间有关系吗 请问一下当时间趋劲无穷大了之后 发生什么事情 第三件事情 这里面X到底是什么意思 假设我X变大 或者X变小 会带来什么效应 请你们告诉我 知道吗 好 所以请你们呢 抄下来 这三个是你们要解的 我希望你们能够好好的把它解一解 OK 好好的把它解一解 好 我们一个吉他的弦 两端点固定 你们有碰过吉他弦 两端点开放了吗 对不对 两端点固定 然后呢 我们一开始拉起来 让它有个形状 一开始不动 然后从时间里开始放掉它 让它去动 请问一下 这条弦会怎么震荡 OK 这条弦会怎么震荡 好 我们来建构我们的方程式 这个是个波动方程式 波动方程式 等号左边是什么 我们管它什么式子 等号左边是什么 空间的 两次微分 我现在在问你就跟着我回答 你就自己背一次 知道吗 我们叫做 Y好了 现在叫做Y好 就代表是个位移量 对不对 右边呢 是什么 时间的几次方微分 两次方微分 因为是波动方程 前面呢 乘上个系数 叫做c分之一 这里面呢 很明显的 Y本身的一定是x跟t的函数 也就是它位移量 会随着位置不同 跟着时间一起改变 它一定是这个样 所以我们很快的就将它分解了 它就会写partial平方Y partialx平方 等于1 over c平方 小的c平方 partial平方Y partialt平方 所以这是我们第一个方程式 对不对 第一个方程式 所以我们稍微啊 前面啊 只要把U改成Y就好了 这个好简单哦 这整理呢 做一次啊 每次都可以用 OK 对不对 很简单嘛 然后紧接着我们 boundary condition 我们就要写了 Y 在哪边 在 时间任意里面 两端点都要固定 两端点是分别在哪边 在0跟L的地方 所以呢 我们只有把这个U改成L 那改成Y 就好了 看起来好简单哦 对不对 做完一次其他一样化呼噜嘛 好 所以这个是我们boundary condition 1 这是我们boundary condition 2 我们现在有没有initial condition 有 initial condition 是说 我们这个Y呢 在时间为0的时候 你不要管橘色还是黄色 通常代表同样的意思 它有个分布 这样就好了 所以呢 我们这边呢 都会有一个分布 我们就不要这个 其实你要放也可以了 也就是说 一开始的速度是0 OK 所以到目前为止 大家都一样 对不对 好 那我们已经有了这个了 现在我们开始用变速分离法 把它转变成为 连立ODE方程 所以我们就利用这个变速分离法 Let Why 假设X跟T Y可以写成X跟T的相产 之后怎么样 把2带到1除以2 2带到1 除以2 第二个式子 带到第一个式子 那除以2 很快速的 你就会得到 这个只得X为分 所以T呢 看起来相当于常数 最后因为又被自己除掉了 你会得到一个 X分之一 D平方 等于1 over C平方 1 over T D平方 你会得到这个式子 这是我们第3个式子 这边叫做第几个式子 不管它了 好 现在看起来好像X呢 集中在左边 T集中在右边 然后我们怎么办 我们先前是说 假设中间这个 会等于一个叫λ的数字 然后非常快速的 两边都等于它嘛 所以我是不是就可以把这个整个式子写下来 对不对 第二个呢 顶着两个 这是我们第4 第5 对不对 那我们就开始求取它一般的解 上面那个好不好求 上面那个看起来很好求嘛 对不对 就看你λ是大一零小一零等于零嘛 下面这个呢 也是一样 两个形式一模一样 是不是 所以我就可以直接写 A Exponential 根号 负λ 乘上X B Exponential 根号负的 哦 不 这是正的λ 我可以写成这样 再来一个是λ小于零的嘛 对不对 它会等于C 大C cos 根号负λ x 再加上D sin 根号负λ 乘上X 再来一个状况呢 λ 等于0 它可以写上ABCD E 加上F 对不对 T呢 也是一样的情形啊 因为都是二次啊 而且λ是大家一样的嘛 我只是把上面的试试 重超一次而已 OK ABCDEF GH IJ KL 对不对 我们可以定义另外几个变数 GH G Exponential 根号λ 现在是λ的什么 就不是X了 它的变数是T H Exponential 负的根号 λ T Lambda 大于0 再来呢 LH H要用位置数的 I Exponential Oh Sine Cosine Cosine 根号负 λ T 再加上J Sine 的根号负 λ T 再来一个 GH IJ K T 再加 L 是不是变成这个样子 比较复杂一点嘛 对不对 我们只是下面这个再复杂一点而已 造超 造超 OK 我们编号一下好不好 所以这个是第四题的 第四题 就是四字一 四字二 四字三 这是五的 五字一 五字二 五字三 所以我这边只要重新编号一下就好 G 造超 Exponential 根号λ T 再加上 H GH 记住哦 假设你觉得这样子整理很麻烦 你想说反正我算下去 我一定知道我在算什么 那很好 不过因为你各位算的会越来越复杂 所以常常你没有整理的时候 你会找不到你到底在干嘛 坐到哪边去 很容易晃神了 你知道吗 所以有的时候整理 这是我的办法 OK 因为我觉得这样子呢 对我的脑袋啊 比较容易应付 假设你觉得你的脑袋没那么烂 OK 那你就可以用你自己的方法 假设你觉得我的方法 你用起来也蛮不错的 你想试试看 那你可以试一下 好不好 再一个等于零的嘛 对吧 OK 好 我们终于算到这个地方 已经把通解解出来了 那我们开始要把boundary condition带进来 看看能不能用 OK boundary condition要带进来 那么我们就必须要先看看 因为boundary condition针对的是Y 但是我们解出来解就是大X跟大T 很明显不能够一体适用 根据我们刚刚的经验 我们必须把它给分解 所以我们再把第二个式子 第二个这个式子 就是变速分离法的这个假设呢 再把它带回boundary condition 第二个式子告诉我们Y XT 可以写成为大X 大T 所以我们把boundary condition1带进来 boundary condition1指的是什么 X等于0的时候它要等于0 X等于0的时候它要等于0 等于大X 这个是0 为了要加强一下 我用这个颜色 这是T 这一看就知道 T绝对不会任何时刻都等于0 假设等于0 那就代表管理X是什么 乘下来就是0 它告诉你 它根本就不会真大 那不可能嘛 对不对 T is not always equal to 0 所以唯一的办法 告诉我们是什么 X 在0的地方要等于0 这个就是这个 对不对 这个叫boundary condition3 这是它的进化版 OK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开始 还有一个同理可证 similarly 大X呢 大X呢 再等于L的地方呢 也是等于0 这是boundary condition4 所以我们就开始要运用这两个 来看看能不能对这边做什么事情 OK 好我们来看看对这个做什么事情 第一个 四之一 会怎么进展呢 四之一是告诉我们 大的X 可以写成为 A Exponential 根号 LambdaX 加上B Exponential 负的根号 LambdaX 这个时候要求一件事情 Lambda呢 一定要大于0 对不对 好我们把它带进来 我们把B BC之3 带进来 带进来的时候 X等于0的时候 它等于0 X等于0的时候 Exponential 就相当于A 加上B 所以很快的它告诉我们 B呢 可以写成为-A 对不对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我们再把 第四 下一个 boundary condition 带进来 这个 L的位置 也要等于0 所以它也要等于0 L的位置是A 现在A我可以提出来 里面会称到 Exponential 根号 Lambda L 再减掉 Exponential 根号 负的根号 Lambda L 要等于0 这个一来告诉我们 因为L Lambda 永远大于0 不会等于0 L呢 也永远大于0 所以这两个相减 永远不会等于0 那唯一等于0的方式就是 N要等于0 A要等于0 再经过上面这个41 也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B要等于0 所以两个都等于0 就告诉我们 大X Anytime 通通等于0 根本就不合 对不对 我们只是重复刚刚的步骤而已 所以呢 很高兴的 我们可以把他怎么样 杀掉 既然他不合了 OK 我们先一个个来 好 好 然后再来呢 我们可以考虑第几个式子 4-3 4-3也告诉我们 4-3是什么形式 照超一次 大X 1 X 再加上F 所以我们把Boundary Condition 3带进去 当X等于0的时候 要等于0 X等于0的时候就不见了 就相当于F要等于0 所以X就没有F了 对不对 好 再把Boundary Condition 4带进去 当X等于L 大L的时候 他也等于0 X等于大L 所以等于1 乘上大L 因为F已经等于0了 就没有后面 所以这个是他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1 也等于0 1等于0 F等于0 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这样子所求出来的X呢 也等于0 又是不合 It's not correct 所以唯一能够寄望的就是中间的这个了 对不对 其实想起来也很简单 各位你想想看 各位也都看过吉他 当吉他弦在震荡的时候 他都是什么样的波形 Sign or Cosign 对不对 他会不会是这样子增加 或这样子增加 不会 因为两端点固定 所以这个的特性跟这个特性完全不对 只有这个特性 吻合我们所观测 数学也告诉我们 上面这两个不行 只有中间这个可以 对不对 所以你的经验就可以告诉你 哪一个呢 答案是比较可能的 好 那我们呢 就来把它摆入中间的了 OK 就来把它摆入中间了 这个当然就是指的是 Lambda要等于0的地方 OK 那现在是Lambda小于0的地方了 那我们呢 就继续来进行 OK 好 那我们现在再来 4之2 4之2长什么样子呢 它是Sign Cosign Star C Cosign 根号负的 LambdaX 再加上大D Sign的 根号负 LambdaX 这个时候的Lambda呢 一定要小于0 OK 好 我们把BC3 这个Condition带进来 X等于0的时候呢 大X要等于0 X等于0的时候 Cosign等于1 X等于0的时候 Sign等于0 所以这边呢 只剩下C 所以它告诉我们 C要等于什么 0 所以答案只有一个Sign的形式 想起来也废话嘛 假设我一个弦在这边震荡 最简单的震荡 就是这样子 半颇长的震荡 这边起来 到这边结束 这个Sign才有办法这样 Cosign在0的地方是多少 是1啊 但是它被我固定的 怎么会是1 所以Cosign无论如何 要不见啊 它告诉你 果真不见 因为前面这个系数 让它不见 对不对 完全跟我们的观察一样 好 再把Boundary Condition 4带进去 当X等于L的时候呢 大X要等于0 所以这要等于0 X等于L 这项已经不见了 C不见了 我就不管它了 我就剩下后面了 后面我有个D 乘上Sign的 根号 负L乘上X 负Lamda 好记住哦 前面两个不合 都因为两个系数 通通等于0 它这个是指 前面系数已经等于0 后面这个系数 千万不要再等于0 要不然又是没有意义了 所以唯一能够等于0呢 是后面这个要等于0 对不对 所以它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Sign 根号 负Lamda X 要等于0 这么快就停了 好 好 那么这样子一来呢 我们就可以告诉我们自己 Sign什么时候会等于0 什么时候等于0 哦 抱歉 这个不是X 这是L 怎么是大L 现在只有在π的整数倍会等于0 对不对 所以很明显的 它马上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根号 负L乘上 负Lamda乘上大L 一定要等于怎么样 Nπ N呢 把它写的大大 用这个颜色 Nπ N呢 123开始 OK 我可以让它这样上去 所以这样一来呢 我们的Lamda 马上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Lamda 就会等于 N Pi 除以L的 平方 的 负号 也就你有很多个Lamda 那每一个Lamda 我就给它个编号 叫Lamda N 有问题吗 OK 算到这边 你们有没有发觉 跟刚刚算的一模一样 我还没有算到不一样的地方 所以Lamda算出来了 那是不是代表我的X呢 就可以把它写出来 X 等于什么 因为C已经没有 只剩下D D 画在这边 后面是Sine 根号-Lamda 就是这个 根号-Lamda 是Nπ 除以L 既然你有这么多种N在变化 就代表你有这么多种的X 就代表你 可能也有这么多种的系数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把最重要的 这个算出来 这个我们就已经写在这边 几乎一样 只有变数的编号不一样 这个是什么 D还是一样 对不对 所以算到这边几乎都一样 只是我忘了编号而已 一直往下算 算了都忘了编号 OK 所以我们给它个编号一下吧 好不好 给它编号 那这个叫做 我们刚刚编到第几了 编到第五 这叫第六 OK 因为这是很重要的观念 算完之后 这叫第七 这叫第八 OK 我们就把这边改一下 这叫第七 这叫第八 OK 有没有问题 好 既然上面这个lambda 大A0不合 下面lambda等于0也不合 两个都要等于同样的状况 所以这边呢 你要考虑什么 这个也不要考虑 这个也不要考虑 对不对 所以是不是只要考虑 中间的这个情形就可以了 是不是 了解我的意思吗 哪一个 这个是吧 你是指这个吗 在哪边 你说这个吗 对对对 这边扫个C 我看看 C就在前面提出来 C提出来 C提出来 那这个 等于0 那就是这样 没有错 这么扫个C 因为这边有C平方 开根号就应该要提出来 就要撑上前面 所以呢 上面这两条也不考虑 上面这条跟下面这条也都不考虑 因为上面这两个都不合嘛 只剩下中间这个可以用而已 对不对 因为这边lambda是相等的 你不能说 我中间这个发觉 前面这判断 lambda一定要小一点 结果你告诉我 这边lambda大一点 哪里有这种事情 这两个等于的东西 是一样的 所以 只要这两个不合 在这边这两个也不合 我只要考虑中间就好 对不对 所以呢 我的目光呢 就集中在中间这个式子 就这中间这式怎么解决呢 没办法解决 我能够把这个 Boundary Initial Condition 带入这个变数分离法 就像上面一样 把它变成大X等于0 那这边把它变成大T等于0 我做不到 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的时候怎么办 我们既然这个时候 还有了没有解 那没有关系 我们就进入下一个场景 就把它组合了嘛 对不对 所以我们现在有了这个 对不对 那T呢 T是等于下面那个 所以这个呢 要重写 T就在这边嘛 这个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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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TX已经写在上面 T就要重写了 T就变成什么 怎么又是根号-L 根号-L在这边呢 nπ除L 有这么多种lambda 对不对 根号的-lambda的这个 它有这么多 是不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那个是第几个 lambda是第几个 第十九 第九个式子 第七个式子 对不对 第七个式子 可以告诉我们一下 我们的大T of T呢 也得进化一下 它会等于cosine C开根号-lambda -lambda 干脆直接转变过来 叫nπ over C乘上nπ over l T 根据我前面写 我是喜欢把C写在里面 叫nπC 除以l 好了 nπC除以l的T 再加上另外一个是sin n 这粉笔越写越短了 都快抓不到了 πC除以l的T 就代表我有很多个n 所以呢 我的T呢 其实也是很多个n 前面的系数呢 也是很多个n 比如说这个是i 这个是J 对不对 它相当于 也是这个样子 这个是对什么 第九个式子 所以我T要重写 T很长啊 所以我必须从这边开始写 T n T 等于 I N cos N πC over l T 再加上 抱歉 这个n呢 要给它有个颜色 J N N sine N πC over l 的T 这是第九个式子 记住 N都是整数降上去 是不是就变成这两个了 对不对 那就代表我有 这么多种X 这么多种T 所以重新组合回去 就是用这个变速分离法的方式了 重新组合就把它两个相乘 就代表我可以得到很多种答案 那是不是代表我每个答案前面要乘三个常数 我现在编号重新编 IJ K 这个就把它变成K了 是不是就可以变成这样子 K一代进去 你发觉 哇 这道式子就不是这么简单 这个乘上这两项 是不是 所以呢 我们继续来处理 XT 会等于 summation OK 这是很重要 N 从1到5重大 summation 什么东西 我这边是用K 所以我是第一个先把K写下去 X呢 是上面这个 所以它有DN 这两根是不一样的颜色 Sine N Pi over LX 乘上T I N Cosine N Pi C over L 的T 再加上 J N N都要给它一个颜色 Sine N Pi C over L 的T 是不是变成这样子 对不对 我只是把两个相成 整理一下好不好 它是不是就变成 你看看 这两个变数把它丢到这边 那剩下一个变数 这两个变数把它丢到这边 还是另外一个位置数 对不对 都只是常数而已嘛 所以我们就必须把它丢进去 OK 所以我们丢进去的时候呢 我们就把它写成 Submission 我们叫做P跟Q好了 是不是就变成这样 对不对 也就是这个P呢 是等于这三个相成 这个Q呢 是等于这三个相成 OK 为了预防 有人会忘掉这个 我们还是把它稍微写一下 花一点心思 它会等于 KDI K D I Q呢 弄错 会等于是吧 KDJ OK 那我们现在就剩下这个了 所以这个地方比较复杂了 对不对 比较复杂了 那这边我就先不写这边 我就来follow前面的那个东西 对不对 我就可以这样子写 好 那有了这样子之后呢 我只要把这两个系数把它解决掉就好了 是不是 这两个系数怎么解决 我们不是还有两个条件还没用吗 initial condition在这边 现在终于派上用场 我们把这个叫做第十个试者 因为太长了 我操在那边 太浪费时间了 待会就要下课了 所以我就先不操 好 那有initial condition dash1告诉我们 initial condition dash1是什么 抱歉 这不是u 这是i 这是y 这是y 因为我现在是用y 位移量 ok 他是告诉我说 y啊 在时间等于零的时候 他永远等于零 等于一个分布 显你总要拉起来 他才会震动 没有拉起来怎么震动 所以呢 第十个试者呢 就告诉我们 左边是f of x 右边呢 时间等于零 时间一等于零的时候 你发觉cos等于零 cos0等于1 sign0等于零 就是剩下pn而已 对不对 所以它会变成一个submission n等于1到无穷大 pn呢 我把它提到前面来 pn的sign 前面这个sign保留 n pi除以alx 你会不会算这个pn 这个时候要用什么特性 用正教的特性 对不对 有人把它称之为 因为它就像复利业嘛 就用复利业的方式 那事实上就是正教 ok 讲复利业比较 惊人一点 好像你要懂复利业才行 讲正教就很简单 对不对 只要会简单的积分 大一上学期 学完就会了 ok 所以基本上就比较简单 好 那你会求求解这个 那另外q怎么办 我们还有个bundle condition 那是干嘛 要微分呢 所以我是不是先微它的分 先微分 好 先微分一下 这个先保留 先微分的这个 坐在旁边 待会我们把它整个算完 ok来 那另外一个要微分呢 就是partial y partial t 会等于什么 就是把这整个式子 把它微分的嘛 第十四微分嘛 对不对 submission n等于1到无穷大 只对t微分 所以前面的sine x sine的这个x不变 n pi 除以lx 这个不变 后面这个呢 pn 变数 造写 好 cosine的微分 变成负的 负的先写在前面 一微分完之后 变成sine 然后系数项保留下来 n pi over l 对不对 后面会变成sine n pi over l 的t 再加上后面那一下 qn qn 会微分完 常数 提下来 n pi over l cosine n pi over l 的t 是不是变成这个样子 第十一个式子 没有没有没有 哪一个c 对哦 我少个c 对对对 这个c 这是小c OK 这是小c 对对对 这边也有 没错 谢谢 谢谢 OK 好 那有了这个之后呢 我们就要把 boundary condition initial condition2 带进来 它告诉我们是什么 当你把y 微分之后 让时间等于0 这个时候呢 它是0 所以我只要把它带进去 第十一个式子 是不是变成为0 时间等于01带进去 sine 0就等于0 所以它不见了 cosine 0等于1 所以q保留下来了 所以我是不是可以写成为 summation n等于1到无穷大 常数提到前面来 n pi c over l 这个不动了 照写 sine 还有q q我也把它写下来 qn 然后后面是什么 sine n pi over l npi c npi 这个是x而已 是不是就变成这样子 所以呢 1011 这叫12 这叫13 对不对 现在剩下只要把q 跟p解出来 就好了 因为我们的解已经写在上面了 这是最完整的形式 所以你只要把p解出来 q解出来 答案就解决了 对不对 然后你就可以开始讨论物理现象了 OK 刚开始是怎么样了 什么时候大概不变了 时间等于无穷元素 大概又是怎么样了 OK 好 那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开始来做 那我们这时候就用正交 因为 sine n pi over l x 乘上sine 用红的好了 m pi over lx dx 从0 g到 大l 它要等于多少 等于什么 乘上delta nm 对不对 right 我们刚刚说是多少 所以是 二分之 l 那就简单 一样化呼噜 两边都是sine的 就把它解决掉了 是不是 非常快速 你把第十二个式子 两边乘上sine m pi overlx 之后 对它做积分 做这件事情 那这样它左边呢 就是f of x 保留 乘上sine的 m pi overlx dx 这个保留 这个不动 等于 右边 然后一个积分 本来是 npi overlx 现在再乘上一个sine m pi overlx dx 对不对 所以这样一来 我们这边可以继续写下来 summation n等于1到无穷大 p n 这边会变得多少 2分之l的delta nm 所以n一直变一直变 只有变到m的时候呢 它不会等于0 它才出现 所以这个时候呢 它直接就写成为 p m 乘上 2分之l 所以pm就求出来了 算出来了 所以这个是解答 对不对 p已经算出来了 q可不可以一样化呼噜 q等于什么东西 q等于什么东西 这是p嘛 是不是 我看看 q等于0 对不对 这个 这个 因为x是随时在变 它可以从0一直变 变到 l 那这个qn呢 因为这边是等于0 解决代表每一项通常都要等于0 所以这个还用算 qn就是等于0 就解决了 原来解根本就没有后面这边 吓我没条 只有前面 p等于这样 所以 把解啊 完完真正的解写在这边 还有个常数的 写小页 p n在这边 解决了 是不是很简单 就把它算出来 对不对 所以呢 记住 它只有一招 就是这个地图 你只是要搞清楚什么地方带什么事情 大概就差不了多少